腰椎尖盘突出介绍 孙宏慧脊柱颈椎定区主任医师 腰椎尖盘突出是人类常见的一类疾病 它是由于人类老化蜕变所带来的这样一种疾病 是什么样子呢 我这里有个标本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是一个脊柱 那么它的上边下边都有椎体 但是中间是什么呢 中间就是一个椎尖盘 那么椎尖盘在哪里呢 它在两个椎体之间 但是由于人类的这个老化蜕变过程 就会造成椎尖盘出现一个向后移位 看到这个红色的地方吗 这就是椎尖盘突出 它突出以后呢 就可以压迫神经造成神经症状 因此我们就把它叫做椎尖盘突出症 由于椎尖盘突出了 它会带来神经的压迫 那么这种神经的压迫就会出现腰疼 腿疼 尤其是由腰到腿的放射性这种疼痛 另外呢 因为神经可能出现麻木 因此呢 经常比如说会感到腿上麻木 脚上麻木等症状 另外呢 还有可能压迫麻木 神经就会产生大小变的功能障碍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看这脊柱是弯的吧 因为突出压迫到神经 所以脊柱会出现代常性的弯曲 专家提示 1. 腰椎尖盘突出是人类常见的一类疾病 由老化 蜕变带来 2. 椎尖盘出现向后的一位 产生椎尖盘突出 压迫神经而造成神经症状 3. 神经的压迫 会产生从腰到腿的放射性疼痛 是脊柱出现代常性的弯曲 4. 压迫麻尾神经 产生大小变的功能障碍